波兰总理表示 我们已经进入战前时代 匿名美国商界领袖爆料 中国富豪大局出走 中产最无奈 保林茶事案 果条等19项食材都为阴性 王毕胜谈问题点 保林茶事案 多个县市限制学生午餐 台北市谈求偿问题 台湾海军司令下周访问美国 联合抗共 自由亚洲正式撤离香港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六 在节目开始之前的广告时间里 和您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 谢女士的真实的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 于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 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 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摆脱了多年以来的夜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的详细情况 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会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但是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的是她个人的体验和经历 结果都会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 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成功连任 越来越多的专家提醒说 俄罗斯可能将俄乌战争转变为全面的战争 这对中共的影响更是值得警惕 美国之音29日报道说 挪威国防大学防务研究所教授希尔德表示 俄罗斯战胜乌克兰之后 可能会将目标转向波罗的海国家 特别是误解或者是挑衅 可能会导致武装冲突的升级 拉特维亚外交部长卡林什 最近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 进一步的警告说 西方应该对俄罗斯制定长期遏制战略 因为俄罗斯的帝国野心 不会止步于乌克兰 即使乌克兰在援助之下赢得了战争 俄罗斯的问题也不会消失 俄罗斯仍将是一个极具侵略性和危害性的国家 普京安排了他的选举将在未来六年掌权 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不要期待改变 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只能够理解一种语言 那就是力量 也是在29日 波兰总理图斯克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 欧洲已经进入了类似1939年的战前时代 图斯克呼吁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援助 并且表示未来两年的战争将决定一切 我们正生活在二战结束以来最关键的时刻 自1945年以来 欧洲战争第一次再度变得真实 未来两年将决定一切 如果我们不能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装备和弹药 如果乌克兰输了 欧洲没有人会感到安全 记者询问 全欧洲的政治家 军事官员和专家都在说 俄罗斯可能在几年之内攻击北约国家 那么战争确实不可避免吗 图斯克回答说 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自1945年以来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怕 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 但我们必须在精神上适应新时代的到来 我们正处在战前时代 我没有夸大其词 这一点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的明显 图斯克两周之前受邀到华盛顿访问 他说 此行从美国带回的信息就是 无论拜登还是川普赢得下届大选 欧洲都需要在防务方面做得更多 这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潜力 能力和实力 如果我们在防务事务上更加的自给自足 我们将成为对美国更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除了担心俄罗斯可能将入侵乌克兰 升级为全面战争之外 全球也格外的关注俄乌战争对中共的影响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欧洲和欧亚大陆中心主任 彼得拉夫表示 北京的战略是让俄罗斯成功 一旦俄罗斯成功 中共就可以向北欧甚至是整个欧洲 都受美国衰落东升西降的概念 用武力和胁迫告诉欧洲人说 美国的方式行不通 应该走中国道路 另外俄乌战争的走势也会影响南海台海 在这种背景之下 美国参议院本周终于通过了 给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 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 共涉及953亿美元 有分析称 美国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是因为发生战争 而一揽子计划中 也包括目前没有战争的台湾 显示美国将中共看作可能发动战争的邪恶政权 给习近平添堵 中国胡润研究院日前发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 中国有814名10亿美元级的富豪 比去年减少了155位 目前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的一位美国商界人士也透露 中国富豪正大举出走 有分析指出 走也走不了的中国中产阶级是最无奈的 习近平27日大阵仗地接见美国商界领袖 其中一名企业家事后匿名向美国CNBC前主播透露 在中国逗留近一个星期之后觉得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要改变集中领导经济的趋势 中国富豪们普遍感到担忧 正在大举抛售中国的资产 包括私人飞机 高档物业 因为在中国有钱会带来危险 他们正在把钱转移到境外 这位美国企业家的观察所得 与胡润最近的报告是一致的 25日发布的胡润富豪榜显示 中国10亿美元级别的富豪 比前一年减少约15%至814人 19日发布的胡润研究院报告指出 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家庭 比一年前减少了0.8%至514万户 拥有千万元人民币资产的家庭 减少了1.3%至208万户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程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家庭 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企业股权 但是过去三年 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超过6.3兆美元 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 富豪财富自然会缩水 总体来说股市低迷 房地产危机通缩这三个因素 导致中国平均财富缩水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松兴指出 中国财富整体缩水时 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 因为中产阶级在不稳定的环境当中 面对失业减薪压力 还要继续缴房贷 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 公共服务及养老 幼儿照顾等可能受到限制 中产阶级在理财和支出方面会更为保守 陈松兴补充说 富豪很早就开始想办法把资金转移到海外 但是中产阶级以下的大概走也走不了了 中国目前的消费数据仍然相当的低迷 意味着中产阶级财富可能还会继续缩水 陈松兴说 整体来讲 中国的财富缩水恐怕现在还只是开始 就保林查试案 卫生福利次长王毕胜 在在29号晚间召开记者会 说明最新的进展 在确认米酵菌酸兆获之后 从现场抽检的包括果条在内的19项食材当中 都没有发现米酵菌酸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 从保林查试收集的果条 香兰叶 米粉等 米酵菌酸检验都是阴性 从供应商大阪城抽16件果条检验 也都是阴性 尽管如此 王毕胜仍然强调 果条还是相当的可疑 他解释 因为先前的食材已经全都用完 目前 裁剪的果条是不同的批次 所以目前还是高度怀疑有问题 不过王毕胜也说 目前的病例都发生在3月17号到25号之间 是在同一时间段和同一餐厅 没有扩散的迹象 呼吁民众不必恐慌 卫生福利部也会尽速的召开专家会议 邀及农业细菌毒物等领域的专家 进行相关讨论制定指引 让民众安心 机关署副署长罗一军说明 根据机关署统计 截至29号下午5点30分 相关病例达到21例 有2例去世 5例正在加护病房 1例一般病房 以及13例返家休养 目前对8名重症的监测 米酵菌酸都呈阳性 中国医药大学副社医院 读物科主任洪东荣指出 米酵菌酸非常的毒 1到1.5毫克就能抑制 人体立腺体的运转 造成身体当机 立腺体一旦损伤 身体很多组织及重要的器官 就无法运行 因为细胞死亡之后 就很难再生与修复 目前也没有解毒剂 可以让立腺体恢复运作 医界对米酵菌酸几乎是束手无策 洪东荣建议 考虑到米酵菌酸中毒 与乙硫胺分中毒 有许多相似之处 或许可以用NAC解毒剂抢救 不过台大毒理学研究所教授 江志刚表示 就他们在本次个案当中 看到的实际情况 使用NAC也很困难 目前大概只能用血浆质幻术来缓解 保林查试案发酵至今 台湾多个县市做出响应 宣布学生营养午餐暂停食用板条类料理 同时针对求偿问题 台北市法务局长连唐凯表示 竟确认保单粗估有数亿元 消费者不会求偿无门 连唐凯表示 台北市府与国泰产险公司远东百货公司开会确认 远东百货投保的国泰产险 商业综合保险内含公共意外责任险 内容涵盖远东百货内的大时代及保林查试 保单粗估有台币数亿元 从29日开始 基隆市、宜兰县、云林县、嘉义县、花莲县先后宣布 学生营养午餐暂停食用板条、果仔条、年糕等食材 该用炒面等 不过台湾与新北市表示 不会跟进这个做法 但是会提醒室内各校对食材严格把关 据路透社3月29日的报道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于下个星期访问美国 讨论如何加强美台双边海军合作应对中共 据报道 6名安全消息人士指出 唐华此行是非官方行为 唐华将访问夏威夷美国印太司令部 参加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权交接仪式 预计唐华将出续4月8日到10日 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海空天会议 双方目前正进行谈判 可能安排唐华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丽莎弗朗切地上将会谈 两名消息人士称 唐华的访问是美国联合岛屿防御概念计划的一部分 指在与台湾、日本和其他国家协调 如何在第一岛链之内对抗共军 第一岛链连接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婆罗洲 婆罗洲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之间的一个岛屿 自由亚洲电台在1996年开设香港办事处 至今已经运作了28年 在23条正式生效之后 自由亚洲在3月29日宣布撤出香港 自由亚洲电台台长方贝发声明表示 对自由亚洲电台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安全的担忧 促使我们重新调整了在当地的运作 自由亚洲电台将保留在香港的正式媒体注册 但关闭实体办事处 也不再与香港聘请全职员工 方贝表示 香港当局的行动包括将自由亚洲成为外国势力 让我们在23条生效之后 能否安全运营成了严重的问题 在香港颁布基本法23条之后不到一周 自由亚洲电台宣布撤离 媒体观察组织警告 基本法第23条将进一步的侵蚀香港的新闻自由 尽管离开了香港 但是自由亚洲表示将会继续报道这座城市 方贝在声明中对陆港受众表示 此次重组意味着自由亚洲电台将转而采用一种新的方式 来报道封闭环境中的新闻 请放心 我们的节目和内容将继续进行 不会中断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在接下来的静一时间里 又要说一点感慨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冬天 很多外国人被中国东北的冰雪世界深深的吸引 都打算有时间要去中国玩玩 除了冰雪之外 中国那块土地上真的是有很多美丽的景色值得去看一看 但很遗憾的是 如今的中国被魔鬼占领着 静一还是那句话 我劝你别去 珍惜生命远离中共 你永远不会知道 披着人皮的中共魔鬼的徒子徒孙 会在哪个角落冒出来 防不胜防 不信 您就先来看一看下面这个恶心的视频 就这画面 如果您是现场逮着他 罗刹国的鬼头一定会花言巧语强词多理 告诉你说 哎呀孩子 吃糖多了不好 你大爷我呀 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人工给你降降糖 这恶心归恶心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要了命的事 但是接下来这一套 您可得扛住了 很多人都觉得 中国的发达繁华的代表城市 上海浦东出现了移动手术车 您可能觉得 这车和救护车不也就差不多吗 但是这种事情您就不能联系 您要是一联系 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 之前中国推出移动火化炉 您还记得吗 有人说那又怎样 我是一个旅游的外国人 他们能知道我是谁呀 他们的手里能有我的资料 我的血型 我的DNA样本吗 那么您再来看看 如今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 都不是要监控你在干啥 就是一眼要看透你 看你看得透透的 心肝脾微肾 牙齿骨头 哪个零件 成色怎么样 一眼就看明白你 那可能非得要想去中国旅游的人 就会说 就算可以透视我 毕竟我还是个外国人 我提高警惕不就好了吗 哼 最后和您说一个更恐怖的 网友发布到X平台的视频 湖北武汉 小情侣两个人住民宿 无意当中提到了中间的一个隔板 发现这个隔板是中空的 镜子后面还有能藏人的空间 还有暗门 有人说 哎呀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藏老王的隔间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镜仪呢 只能说 魔鬼国度大肆的推广 大肆的宣传 让小鬼头们都用下半身去思考 等小鬼头们万事都嬉皮笑脸的 用下半身去思考的时候 大魔头就成了唯一用脑子思考的了 如此这般 用脑袋思考的大魔头 来拿捏用下半身思考的小韭菜小鬼头 那简直就是想怎么割韭菜就怎么割 绝对实现了割韭菜自由 这透视的摄像头 有秘密通道的民宿 移动的手术车 移动的火化炉 镜仪的脑袋里就浮现出一幅画面 那就是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魔 看着韭菜说 你真是我钟爱的小心肝啊 但是这句您可要知道 这里的小心肝不是形容词 而只是单纯的字面上的意思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